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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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有一天 他爹親手殺死他的外公 你放心 為了你, 為了我的下意 我可以把一切的仇恨放下 對不起 真的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一個人把所有的恩怨放下之後 心裡可以變得這麼平靜 我到現在才知道 原來一向殺人不斬眼的金石郎君 知道會做人的爹之後 會願意放棄一切 在我心中 最終的就是你和我們的下意 大哥 你就是願意為了我們的下意 從此退隱江湖 到關外放馬木羊? 是 金石郎君的中原其實有這麼多仇怨 看來的人居在外 才能過一些平靜的日子 是 是 兩位客官, 請進來 兩位可以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我再把水拿進來 坐下 我出去拿一盆水給你洗臉 是 大哥, 發生甚麼事? 你的叔叔放在這裡 他們怎麼會在這裡? 他們會不會跟蹤我們? 不知道 我要跟他們說清楚 你出去說甚麼? 告訴他們 我已經嫁給你了 以後都不再回家寶了 既然是不回去的 還何必要見他們? 我看他們未必是因我們而來 我會自我心知 那倒是 我那幾個叔父還文無理 就算告訴他們 我們退居在外 他也未必會相信 我有辦法 齊大哥, 我扮得像不像 你怎麼樣?我扮得不像 我一開始叫你女扮男裝 是想著可以掩人耳目 可是自如歸低利 我真的怕你把關我所有女子人洗出來 好可惜 客官 這位小娘子怎麼會 小二, 麻煩你給我們結帳 到關龍的狩獵, 那個裝得比較方便 兩位, 你們這麼晚趕路 在路上很難找到東西吃的 不如看小二人幫你準備乾糧 給你們去路上吃 吃吧, 麻煩你 大哥, 你現在怎麼樣 沒事了, 不用了 陰陽線虎頭抬來了 認了他 我又不是嗎? 你現在可以把這線衣? 你真的有空嗎? 你不想把這線衣? 你不想把他拿去? 你不想把那些衣? 你不想把那個衣? 你又要把那些衣? 你不想把他拿去? 你不想把那衣? 我不會想把他拿去 你不想把他拿去? 你不想把他拿去? 真是賞王道, 這單賣賣 竟然連青竹幫, 朱幫主和晴婦幫主都要親之秦賣 能夠勞動到溫家五六千里迢迢 來到邊疆這麼遠 這單賣賣一定不簡單 事問老夫 又怎能不來趁熱鬧 三邦四寨都不齊 這單賣賣的確不簡單 夠熱鬧 三邦四寨 向來做事都這麼齊心 這叫齊心, 齊心 你看看, 個個都假裝鬼靈精怪 驚死人認得出來 齊心就不是這樣吧 你們想怎麼樣 夠膽就放馬過來 掌櫃 是 我們大人已經要出關 跟我們準備一天上火和酒菜 好, 大姐, 請進去 好, 請客官, 請跟我來 好, 請客官, 乾涼 兩個客官, 乾涼 大哥, 快點上路吧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走 你沒事吧 大哥, 我們只是天亮才走 你剛有了新人 不可以帶個粗爐 但是... 你放心, 連你爹認不出 不會有事 他們跟三邦四寨 這麼多人在這裡 應該跟那些青狗有關 不會因為我們而來 好, 那就好 大哥, 你去哪兒 我出去打探一下 很快回來 你小心點 你... 你真的肯定複藏寶圖 在那個青狗的身上 屬下已經查得很清楚 曹法Sir這個閹賊 想藉著這次滿洲史節朝貢之便 在回程的時候 把那張藏寶圖秘密偷運出關 上一次袁崇環 被騙送上京途中 曹賊竟然派人 假扮我們三邦四寨 在途中搶走那張藏寶圖 這次我們拿回來 算是天公地道 好, 再說那張藏寶圖 怎麼都不可以來這幫青狗的手上 但是現在三邦四寨的人 私底下各自聯結起來 顯然是國懷畏胎 如果我們想讀這張藏寶圖 恐怕不是這麼容易 其他的人我就不擔心 但是小想不到 連恩加寶這五隻老狐狸也來了 那幫助你有甚麼打算 總之我們這次只能自取 必然力敵 在下見到玉珍人 為別多禮 曹公公呢 公公已經公我多時了 請 官爺, 想用甚麼早點 我們趕著出關 沒時間用早點 這東西準備好嗎 準備好嗎 來吧 還是老大你神機妙損 早就派人在那兒, 幫幫忙陷阱 人不為己, 天諸地面 藏武圖當然我們獨不好了 小漢, 要甚麼… 老大, 找雲曬都不見了 快說, 將藏武圖在哪兒 甚麼藏武圖, 幾位學學是否搞錯了 昨晚那個臭道士不在 拜託, 一定是中錯清久的 釣虎離山雞 好計好計 曹古公這招釣虎離山雞 果然厲害 這群三邦四傢 根本就是草莽流琴 一聽到藏武圖幾個字 就才迷心, 騙就容易了 他們發夢都猜不到 真正的藏武圖會有曹公公親自運送 不過, 事關重大 都是小心謹慎的好 這張藏武圖就有羅護國真人 交給你們皇上 好, 這陣子曹公公大可以放手 那就神不知, 危險不覺了 好 好, 在萬家庭的後山 有一條險道 真人就走那條路 曹公公真是想周到 清國主才智過仁 我想他一定會 識破途中延機, 找出寶藏 曹公公一來就居公自衛 他日一定會重重有賞 不敢當, 到了王太極入關之日 護國真人定必會 步步高職, 慰極人臣 成功功貴言 事不宜遲, 我馬上叫人幫你帶路 好 人來 金蛇狼君 你就是金蛇狼君 你還記不記得 我在繼承的張恩赴說過 你這樣想完督屍一條頭髮 我就要你救命 豈會巿啊 神業 má терри 你也會比較救命 ox 神業 má 龍奋王 滯賞他 龍奋王 我剛才你也很心和工, 來賓 賓 娘, 我們來祠祠物 交給藝 神業 mereひ 閑魚 老大, 你怎麼知道是這裡的 這裡除了城關之門 就只有萬家和山口 有一條險路可以出關 如果清舊釣虎離山的話 絕有可能就從這裡出關 原來讓他早到一步 師父, 老大 老大 大家靜觀其變, 劍機行善 靠散熱無數 幾乎 聖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大, 我們追不追 這兩人武功功強 我們未必是對手 既然今時惡賊在這裡 那昨晚見過的就真是阿義了 如果藏武圖真的在他手上 我有法子要他雙手奉上 大軍之將, 還出來幹甚麼? 夏雪兒, 你恥絕兵器上佔優取勝 輸甚麼應武漢? 道長, 此言甚差 兵器者武力之用也 武功之不制而怪諸兵器之不善 當振護父愛在, 不不欲觀之義 今時惡賞 與其在這裡考試招誘 倒不如在拳腳上比個高低 道長, 此言更差 你書法不如人 你應得很好學習才是 哪有理由被人用腳 跟你比試寫字的 勝下的 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終於一天 我要你拜在我玉鎮事手上 後會有期 她要我拜在我玉鎮的 她要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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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拜託 她要拜託 她要拜託 曹公公大可以放心 豈有此理 本路殺了個今時惡測 壞我大事 叫我怎麼向你們皇上交代你 曹公公不必擔心 貧道只會向皇上解釋 皇上是個明白事理的人 絕不會怪責曹公公 是呀, 是就最好了 拜託拜託 不過這次金蛇惡賊 在真人的手上搶走了藏苦徒 如果這件事傳出去 恐怕對真人的聲譽有損 貧道自出道以來 從未敗於人全 剩下的只是佔兵人之力 聽說真人是出自鐵劍門的 沒錯, 只要貧道 拿到本門鎮散自保, 軟鐵保劍 不然你搶回那張藏寶圖 更加強, 將你的金蛇惡賊 垂絲萬斷 更加強, 身體很快 還真人 有陰影 你們已經放了我了 好可怕 你還在這裡吵吵吵吵吵 信不信我連阿雅也怎麼買了 你們趁夏大哥不在 就把我的腦走, 算甚麼好漢 你還說 你是不是想氣死爹的惡努 你那些傢伙我們真的不認得你 當時我們有要事在身 不想打草驚蛇 爹, 你放我走 夏大哥說他不會找溫家的人來報仇 爹, 爹, 你別這麼教官 那個惡賊的說話你也相信 夏大哥不會騙我的, 因為... 因為甚麼 因為我有了他的骨肉 誰說 老闆 你這個賤人竟然替我惡賊他 你簡直不知羞恥 羞恥 我和夏大哥是真心相愛, 光明正大 你們呢?壞事做盡, 這是甚麼 你給我閉嘴 老大, 你不用生氣 他有了金蛇惡賊的業種 對我們有利 是呀… 現在這個惡賊的女人和業種都在我們手裡 不怕他不想吊, 老大 好, 暫時就要你這條小命 你又想怎麼害夏大哥 為甚麼你手指總是吐出不吐入 我明白了 你們想利用我, 引夏大哥出來 我不會讓你們得清, 我寧願死 你想死很容易 不過要等金蛇惡賊死了, 你不要死 快點 我已經來了, 出來吧 金蛇狼君, 你也算斗膽了 竟敢單人匹馬, 夜闖溫家寶 我下雪兒要去的地方 沒人能阻止我 廢話少了, 馬上把我移交出來 他是我們溫家寶的人 你憑甚麼理由要我們交人給你 你到底怎麼才肯把我移交出來 果然快人快樂 很簡單 只要你交出藏寶圖 你隨時都可以帶他走 如果我人要, 藏寶圖又要呢 溫章, 你當我們溫家寶是甚麼地方 把你來話去吧 聖霞的, 你不顧念小女 也要顧念她腹中快玉 你說得對 如果我不是唸了 阿兒和我的骨肉 我早就殺了你們 好, 你這金蛇惡賊 你破了我們永恆大陣 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們的陣困得我一次 困不到我第二次的 聖霞, 有本事的闖陣 快點, 你看吧 快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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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金蛇惡賊 替我殺 是 姓蝦的, 你究竟生怨 不交出瘟子 我就要你為瘟家雞犬不利 阿姨是我女兒 現在她身為六甲, 我們接她回來 何妃想她有人照顧 害我安心養胎 你們會這麼好心 大大哥 要命的就給我滾開 是呀, 我們也是為了她好 她的路上奔波 已經動了胎氣了 現在讓她跟你走 豈不是要她的命 廢話少說 你們這樣做無非 都是想用他們的要脅我 大大哥, 你不用理我了 你走吧, 你走 阿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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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阿兒有甚麼事 我不會放過你們 阿兒 這位公子, 你不相信他們 我做娘的怎麼會騙你 阿兒她從小嬌生慣養 如果你現在要帶她走 別說阿兒的性命難保 阿兒就連她肚子裡的人都保不住 我跪你 我拜一下你 我做娘的, 你怎麼會害她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可以找個大夫回來 跟她診斷一下 阿兒 請說勞夫多事 近日朱夫人是不是不停操勞走動 我們剛才從哪兒回來 不習慣了 朱夫人因為操勞過度 加上她身子虛弱, 動了胎氣 看來不僅要吃藥 還要好好地磨床靜養才行 阿大哥, 你放心, 我可以上腦了 上腦?你們不是開玩笑吧 目前朱夫人的情況 莫說周居囊頓 就算下床走動也怕有危險 已經是第三個大夫這麼說了 你現在相信我們沒有騙你了 我知道你對我們溫家寶的人 恨之入軍 可是既然天意要我們成為親家的 那過去的事 大家就一筆勾銷算了 一筆勾銷, 就算說算了 你們會放過我嗎 你怎麼想也好 總之, 為了小女兒也好 為了她肚子裡的鮭肉也好 我希望你暫時讓她留下來 好好的優養 阿兒, 那你好好休息一下 阿朱, 不要吵著姐姐休息 乖 大爺, 我們真的要等我們夏兒 出生之後才能離開這裡 大爺 你放心, 我下雪兒要走 沒有人可以留住我 霞大哥, 我知道你不想見溫家的人 為了我, 你要受這麼大的慰慰 阿朱, 我真的過意不去 為了你, 你是為了我們願意受的 阿朱哥, 你對我實在太好了 阿倩, 你進來吧 阿朱, 你怎麼在這裡哭 剛才我聽到你們說的話 不知道為甚麼就哭了出來 姐姐, 夏大哥真的很喜歡你 所以對你這麼好 傻女兒, 你長大了之後 一定可以找到一個 這麼喜歡你的人 知道嗎 夏雪兒這個奸賊 果然聰明潮丁 不愧一個武學奇才 我們石略派的五項大臣 都困他不住 老大, 更厲害的人也有寫語 你不用擔心 你別說了, 以後又怎麼樣 阿朱哥, 廣大就給人家了 老百口說人家了 是呀, 說甚麼也是假的 最重要是看老三 哄不哄聖霞的那個留下 然後再慢慢商量吧 老三… 老三, 怎麼樣… 幸好三個大夫 都說了同一番話 他唯有死死地氣留下 那好吧, 我們就慢慢想辦法對付他 就算不惜任何代價 也一定要拿到那張藏房裡 他還沒抓完嗎 牠們還沒抓完嗎 牠們, 你昨晚睡了一整晚了 你想來想去想到現在 也想不到怎麼下個字嗎 我不是催你了 你慢慢想也不要緊 反正貧道有的時間 又不差這一天半天了 上次牧山道長 足足在這裡住了一年這麼久 牧公公, 有人送了一封信給你 是呀 道長, 這個棋要暫停 擇日再捉過 甚麼, 將來才去玩過 有沒有搞錯 你想不行, 怕輸 現在出了這種糞便嗎 對著你這個老頑童 真是提笑皆非 是呀, 這樣的 你這個月十五 闖王在泰山上會見七省各路的英雄 請老夫募必列席 對了, 道長 不如道長和穆某一起參與歧視吧 不要... 我最不喜歡參加那些甚麼英雄大會 你知道, 一來我又不是甚麼英雄 二來呢, 我又不喜歡那些無謂的應酬 我在這裡落得清閑 研究我的奇藝都不知道多好 既然如此, 穆某仍不必勉強 不過穆某有個不情之情 我們這麼老友, 有甚麼就說了 這件事是這樣的 成節體內的毒, 總算已經清除 不過他的心智暫時還沒復原 所以希望道長 可以從穆某離開這段日子 待為照顧一下 我又有甚麼事 叫我看著他的小朋友 好, 行 聖子, 我不在的時候 你要聽道長說 知道嗎?這樣就乖了 對了, 道長 木掌門, 你不是連我也信不過吧 我畢竟是堂堂有一個鐵鍵門的掌門 難道看過小朋友也看不住 現在不是怕你看不住聖子哥哥 是怕你看著那盆棋多於看著聖子哥哥 好了…老夫下山, 你們不必送 乖乖的, 知道嗎? 好, 走吧 連你木公公也解不了我這個奇功 難道你想替他破解嗎? 慢著, 如果聖子哥哥真的贏了木道長 怎麼辦? 他贏了我? 好, 如果他真的贏得到我 我把這件寶椅送給他 那就差不多了, 聖子哥哥, 你聽到了 你要努力嗎? 努力沒用的, 最重要是有天分 來吧 我已經說了你不懂就是不懂 連粒子藥落在哪裡都… 怎麼會這樣呢? 無緣無故就被你這個小子 殺出了一條血淋 看你也是藏彩的 你快不快點 來吧 道長, 你要想到甚麼時候? 你懂甚麼?現在下棋嘛 你叫豆飯嗎? 當然要想清楚才行 聖子哥哥, 不如我們去玩一會兒 你少擔心吧 怕我們走完整個山頭 他還沒想完 走吧 沒甚麼理由的 你說這個傻小子 真是天分這麼高 還是是藏彩? 沒甚麼理由的 你叫誰? 何熊藥 你說一說給我喝甚麼? 說給你聽也行 不過我怕你聽不及 我也知道 不要太快趕快回來 包括還沒想完 武道長, 武道長 怎麼讓我找到你 好看 哪有 你這個小辣還敢咬我? 你不用這樣看著我 有本事你將來找我報仇 不過我現在要你跟我兒子 我們要看夏雪兒比較緊張 比較緊張那個賤女人 我要夏雪兒欠我的雙倍奉還 夏雪兒欠我的雙倍奉還 你這個小鬼會說話的 金石狼我在哪裡, 你說 還硬頸 就算你殺了我, 我死也不說 你以為你不說, 我就找不到他了 即使被你找到 夏叔叔公也殺了你, 為我報仇 夏雪兒, 連看也不肯看我的眼睛 即使他要回來殺我, 我也敢殺 誰 究竟是甚麼人 鬼鬼祟祟還在明天流行徑 算給我 這麼生氣甚麼 甚麼, 女人生氣得多, 臉皮很容易起皺紋 你到底是甚麼人 貧道欲真摯, 請客姑娘方便 我是誰, 與你無關 五毒教何行藥, 用毒與神 果然靈不虛傳 你為甚麼事一直跟蹤著我 貧道只是適逢其會 你要找金蛇狼君 何不問貧道 你知道夏雪兒的下朗嗎 朝三朝之內, 姑娘可以打贏貧道的 貧道就將所知的一切一一相共 可是貧道僥倖勝出的 紅藥姑娘就要... 我任由你擺佈, 這樣行不行 好, 君子一言, 快馬變 來 來 第一招 道長伯伯, 麻煩你快點 惡女人走得很遠了 你以為我不想嗎 要煩得來才行 三招六 你想怎麼樣 好香 你別走開手道士 我們先前已經說好了 三招之內, 姑娘擺在貧道手上 就要任由貧道擺佈 有種, 殺了我 殺了你, 未免浪費一點 好香 住手 師兄, 不敢衝開這穴道 總算是鐵劍門的掌門 你這穴竹, 你來華山幹甚麼 一心跟這個所謂掌門的師兄 是一場公平的決鬥 所以先前見你 中了這個洪藥姑娘的陰招 我這個即將接任的新掌門 也沒有成人之危 你當年欺師滅造 犯下任界一早已經逐出師門 你還有甚麼資格說到掌門兩個字 是 掌門之危 根本應該有能者居知 鐵劍門竟然落在李宗龍財手上 簡直是天大笑話 正是你把掌門信律鐵劍拿出來 要不然 那鐵劍是師父親手交給我的 你有本事就來拿吧 等我和我師兄 了結私人恩怨之後 才和你慢慢風流快活 讓你見識一下 真正鐵劍門掌門的利害 你們兩個仇徒才慢慢打 我沒那麼難過你們 你們兩個仇徒才慢慢打 我沒那麼難過你們 我看看這個劍場 說得很難過 你是獨自的寓場去找人家和人家和人家和人家來 我有帶我天氣,去找人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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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來 你究竟是自己的解釋 為什麼會被這想法折起? 場裡是在找人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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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